这王爷这会儿才醒过枪来 不对呀 好几十个侍卫 一百多名护军 在皇上身边五五扎扎的围着 怎么这会儿就我们八个人冲到前边去了 这王爷呀 往四下一学们 差点没气的翻了白眼 他一看呢 当直的 领侍卫内大臣 肃亲王永熙 副都统御史万宁 还有一个副都统啊 叫萨敏 这三个人呢 在墙角抱着脑袋 已然呢 抖成了一团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 讲故事 您在各个平台啊 能听到今儿这段书啊 应该是四号的早晨 也就是啊 我现在的明天 很遗憾 这五一假期啊 它结束了 不过也没关系啊 为了恭送您 熊啾啾气行行的 到单位去上班 今儿啊 咱们得讲一个 只要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故事 哎 您看啊 咱们故事里的人物啊 他是敢刺杀皇帝 他倒是豁得出去 可是我呀 他倒是有点豁不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故事啊 我是留到这个刺客列传 一个系列当中要讲的 哎 这稿子呢 有一搭无一搭的 也在写的进行时 本来是想啊 到下一个强家 连着番的讲给您听 既然是为了给您提神吗 那豁出去了啊 咱们就捡一个精彩的 哎 在书馆啊 呈献给您 不过呢 咱们不能啊 说书骂了题 咱们还得呀 围绕这个嘉庆皇帝和绵恩来讲这个故事 哎 也就是说呀 这个次次亡杀戒的故事啊 发生在这个嘉庆皇帝身上 话说这是嘉庆皇帝登基以来 第一次遭到别人的行刺 哎 怎么说是第一次呢 哎 您往后听你就知道了 这嘉庆皇帝啊 命不好 遇刺过好几回 有句俗话说的好啊 这一入侯门呢 深似海哎 要说这紫禁城也就是这皇宫大内呀 按老百姓话说呀 应该是深了去了 那怎么就有人能够混到大内去刺杀皇上了呢 哎 之咱说这事啊 他还真不是大内一理 当然了 他也不是啊 这个闹市的大街上 他是哪啊 他说这皇上家呀 紫禁城的后门叫神武门 这神武门呢 是整个紫禁城的后的门 哎 他原来有个名字呀 不叫神武门 叫玄武门 后来呢 为了避讳这个康熙皇帝玄业的会呀 才改成了神武门 这神武门呢 听着 虽然是啊 他比较有气魄气势 可是啊 感觉上总是那么的不合遥性 因为这神武门呢 在整个紫禁城的最北端 所以说呢 这个北边属水 这个北呢 就有玄武的意思 历朝历代呀 北门都叫玄武门 唯有这大清 到了这个康熙的时候 才把北门改作这个神武门 您看啊 现在您有党故宫博物院 哎 神武门两侧的这个直房啊 他上边的是黑色琉璃瓦 他为什么是黑色琉璃瓦呀 因为呀 这个神武门 他属水 他又是这北方的玄武位 所以说这玄色为黑色 神武门两侧的直房 才用的是黑色琉璃瓦 这紫禁城当中啊 还有两处用的也是黑色琉璃瓦 哎 您要是有印象的话 因为呀 咱们在小片里曾经提到过 您就可以啊 在这个弹幕区打出来 哎 这知道的好朋友啊 咱们可以卖拍卖拍 不了解的呢 您也得仔细听听 为什么呀 因为这以后啊 是您出门旅游的好谈资 给您提个醒啊 这两处啊 虽然都不在北边 但是啊 跟水的惹定是有关系 哎 要是没人知道啊 咱们下期公布 那有人就说了 这挺大的皇上 放着这个五门端门 好好的前门不走 干嘛非得走后门啊 哎 这您就得看啊 这皇上是打哪回来了 嘉庆八年 那年啊 是1803年 润2月20日的时候 这嘉庆皇帝 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啊 是从这个圆明园回来 不过啊 也有人说呀 这个嘉庆皇帝啊 不是从圆明园回来 他是哪了 他去东陵 也就是现在的尊化皇陵 去叶祖了 哎 这就不太可信了 因为如果这嘉庆皇帝啊 真的去这个尊化皇陵 拜叶祖坟 那么这个满朝文武 是连接待宋啊 这仪仗和道队 那必然是得走 这个紫禁城的正门了 也就是从这个南边来 哎 端门五门 这个圆明园呢 这皇上啊 常来常往 所以啊 就不必搞得那么大的动静 正当啊 这个皇帝的道队 浩浩荡荡的进了十五门 要进顺真门的时候 这个顺真门呢 那可就是进城了 里边啊 就是御华园 过了御华园啊 可就进了乾清宫了 按照平时的规矩 这皇帝啊 到了顺真门这儿 就应该是下了龙年 或者是呢 改成布年 或者呀 干脆就溜达着 进乾清宫 也就完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啊 刚才咱们说的职房啊 就是那个黑瓦职房的南墙下边 一阵骚动 从那儿啊 撞出一名大汉 只见这名大汉呢 可不是攻着手 手里头攥着一把牛耳尖刀 从这个西职房的南墙山 到这个皇上的布年跟前呀 笼共也不到百步 打闪认真的功夫 这刺客就奔到了布年的旁边 这布年上坐的 那可就是皇上爷了 说是持纳十块呀 只见皇上身边的一个武官 一挺身子 就挡在了刺客和布年的中间 并且呀 顺时望前一扑 就冲向了刺客 书中代言 这是谁呀这么横呢 哎 就是咱们这段书的主角呀 定亲王 绵恩 这会儿的绵恩呢 正任着御前大臣的职务 在皇上身边护驾呀 那是他的职责 他看见这个刺客呀 提着刀 向皇上来了 已经顾不得担心害怕了 本能的就挺身而出 扑向了刺客 要说这会儿的绵恩呢 岁数已经不小了 周岁五十六 虚岁五十七 他比这个嘉庆皇帝 大了整整的十四岁 这绵恩心里也琢磨了 已旧已旧了 今天呢 看样子要卖卖我的老筋骨了 咱们都知道啊 这绵恩呢 自幼就擅其舍 又在擅破营啊 做过掌势 他见这刺客的刀来了呀 并不慌张 一拧身呢 先让过刀尖伸手啊 就去抓着刺客的脖领子 很显然的 这是扇破营的底子呀 这绵恩王爷呀 是要翻这个刺客的大领 这刺客真要让他把脖领子 薅住啊 哎 这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因为这绵恩一旦揪住大领之后啊 上前一赶步 嚼击一个绊子 这刺客可就倒在地去了 可是刺客呀 会不会武功啊 咱们暂且不论 他不傻 他知道啊 自个身上最横的呀 就是手里这把尖刀 他一看绵恩过来抓他呀 这右手的刀啊 一拐弯 就从这绵恩的泪茬子 炸下去去了 好在啊 这王爷身上有把势 哎 从小都是恋家的出身 往旁边一闪 那这人闪过去了 哎 这五爪的蟒 可是没闪过去 噗 呲啦一声 这蟒 就被这把尖刀 祸了一个大口子 这好玄的 这一刀啊 就囊子了这个王爷的泪条上 这会儿啊 这王爷绵恩呢 也顾不上说别的了 这嘴里头啊 刀刀念念就是两个字 互驾互驾 都到了这会儿了 才有几个机灵的大臣 和这个大内侍卫呀 反应过来 把刺客围着的当中 冲在最前面呢 就是这个俄夫 拉望多尔基 还有啊 就是前情宫的侍卫 丹巴多尔基 从这后面包抄的 是另一名前情宫侍卫 叫做扎克塔 这小侍卫 诸尔航阿 桑吉斯塔尔 也一同加入了战团 真不含糊啊 除了这侍卫之外呀 还有两名护军 有一名护军呢 叫唐奇 另外一名护军呢 叫张庆磊 那位说了 这说书的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哎 还真不是我编出来的 也不是我呀 有这个先知先觉 这个宫廷档里 记载的清楚啊 最后因为这起事件 受赏的呀 哎 就这八个人 至于怎么个赏法啊 咱们一会再说 咱们先让这个家庆爷 脱离了险境 这定亲王绵安呢 这会儿也顾不上 自己的吴卓尔猛符上面啊 被刺客刮了一道大口子 不过呀 他看这刺客 被这几个人围住 我心里啊 还稍稍安了安心 于是他赶紧 让小太监呢 把这个布年 抬到顺针门椅里 关闭宫门 这会儿才醒过枪来 不对呀 好几十个侍卫 一百多名护军 在皇上身边 吴吴喳喳的围着 怎么这会儿 就我们八个人 冲到前边去了 这王爷呀 往四下一穴门 差点没气的 翻了白眼 他一看呢 当直的 领侍卫内大臣 肃亲王永熙 副都统 御史万宁 还有一个副都统啊 叫萨敏 这三个人呢 在墙角抱着脑袋 已然呢 抖成了一团 要说呀 这当官的不行 这当兵呢 都哪去了 真不寒恶 神武门的护军 在这个护军 张经 贤福和瑞庆的带领下 多了多缩的 就没敢杀进来 在绳区门外 扒着脑袋呀 看热闹呢 另外两个护军统领啊 一个叫阿和宝 另外一个呀 叫长青 这二位呀 飞身上马 说呀 上前锋营 去叫人去了 这王爷一看呢 哎 还是得自个上啊 从这个身边的护军手里呀 夺过一把刀 就加入了战团 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 一人判命是百人不挡啊 看这刺客呀 已然是杀红了眼 豁出命去了 挥舞起手中的牛耳筋刀啊 是左途右冲 这八个人呢 还真就靠不上前 这会儿啊 前青门的侍卫 丹巴杜尔基 因为冲走了最前面 身上啊 已经中了这刺客三刀 眼看着人呢 开始打画 就要躺下了 就在这会儿啊 这刺客 拉了一个空 这会儿的背呀 对着顾伦俄妇 拉往多尔基 要说护驾呀 这俄妇那可是真心 为什么呀 这嘉庆年呀 是这俄妇的亲小舅子 这俄妇的福尽 顾伦和静公主 那和嘉庆年呀 是义奶同胞 都是这个 另一皇贵妃所生 这多尔基呀 也是当了多年的大内侍卫 也是蒙古娇的好手啊 把刀啊扔到地下 上前一哈腰就抱住了刺客的腰 一拧身 啪 就把这刺客摔在了平地上 这定亲王民一看呢 有空子了 上前一脚踢飞了刺客 手中的尖刀 这众侍卫一拥而上啊 就把这刺客给拿住了 单三道 双三道啊 捆的就像个小鸡子一样 那么说 这顺真门以外 打得这么热闹 顺真门以礼的皇上 他知道不知道啊 知道 这皇上都看见了 这皇上啊 可没胆小到啊 让这个太监把宫门关死了 这宫门呢 是须一扇呢 何一扇 皇上让侍卫啊 把住门口 他在里边啊 对这场恶战呢 看得是一清二楚 要不见 日后啊 有封赏 有降罪 也不至为那么明确 这或封 或赏 或逞 或罚呀 那都是日后的事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 是把这个刺客呀 先得审明白了 谁审呢 按说呀 得是这个刑部来审 这皇上想啊 刺亡杀架 那可是个大事 这刑部 他担当得起 担当不起啊 于是啊 这皇上就下了旨了 让这个军机大臣 和这个刑部堂官 一同会审此案 哎 要说审呢 这刺亡杀架的案子 属实是 不得好审 这两班大臣呢 头发都要急白了 这才让这桩惊天奇案 慢慢的浮出了 水面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我可没想在这儿留扣子 我一看呢 这十字差不多了 后边啊 还有多一半没讲呢 干脆也咱明儿再说得了 您要是喜欢听呢 哎 您还得赶早 不过呀 咱们得歇一天了 这五一节一过呀 咱们开始正常更新 咱们原来呀 是每周四更 哎 我尽量争取以后啊 能给您每周五更 尽量 我尽量啊 所以说呢 要知后事如何 您还得窃听 下回分解 拜拜